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我叫王兰华 是一名会所社区志愿者 我在社区已经工作了26年了 当时家里的条件很艰苦 学会主任 他无私地经常为我们操心 这种恩情的感受下呢 我也离职了 我想要做一名社区的工作者 给别人来复活 1992年我开始进入社区工作 为局面解决困难 条件纠纷 当我得知社区里面有两个看错孩子 因为家庭的变故呢 变成孤儿虎呢 我把照顾他们哥俩的事情 玩了过来 现在呢他们已经长大了 能够挣钱养家活口了 在社区的大家庭里 不论是会错还是喊错 我们彼此都当作自己家人 在呢 13年的社区工作岗位上 我得到了慢慢的获得感 2004年我退休了 我舍不得离开社区 也舍不得离开局面群众 我把身边的几个老同志拉来 我们一起建立了王兰华人的小组 我们就继续发挥我们的局势 我们继续发挥呢 是非常丰富 每周呢都要生过气 我们还经常在社区里面 人爱巡逻 交通说道 我们还会把国家老人 困臭老人 请到我们社区里 给他们唱歌跳舞 使他们呢感受到 社会大家庭的这个温暖 在这十年多来 我们共麻烦爱心博物卡 两万多张 我们为局面解决困难的几座本 写了十座本 很多受到我们帮助过的居民 也都加入成为忠援者的医院 我觉得最幸福的是 我们的忠援者对我 在政府的支持下 又当初的7人 马上到现在有3万多人了 改革开放这40年来 我感觉变化的是 居民的生活质量绝大地提高 不变的是 中华民族的分享精神 和各民族之间的探紧 和各民族之间的探紧 我感谢大家 观看